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12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021-2022赛季的CBA联赛,11日打响季前赛 在当日广东队与山西队之战中,时隔422天后 中国南篮一哥异剑联终于披挂上阵 十四分六个篮板在CBA新赛季的季前赛中 奉献了他商誉副出后的首秀 赛后,易剑联称,太久没有正式打比赛 一开始还有点不太适应,手有些僵硬 命中率也不是很高,打开以后感觉好了一点 但他表示,整体感觉还不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球队以62比85实力 但小编觉得,胜负对于易剑联来说,现在也不那么重要了 大家更希望看到他健健康康 11日晚,拼超男团结束全部半决赛较量 山中卫桥以3比1击败汕头名论 决赛将与山东鲁能上演得比之战 奥运冠军樊振东虽然击败梁敬昆 但无力救主,继许新之后被淘汰,无缘团体决赛 在第一阶段比赛中,梁敬昆不敌马龙 山东卫桥也被山东鲁能横扫 这次决赛再度遭遇,山东卫桥能撼动头号夺冠热门吗 北京时间10月12日凌晨2点45分 市域赛欧洲区G小组第八轮 德国客场对阵北马齐顿 上败时维尔纳中驻,德纳不离显破门 下败时穆勒先助攻哈普斯打破将军 又帮助维尔纳破门 三分钟后维尔纳兜胜完成梅开二度 穆西亚拉攻入个人国家队守球 最终,北马齐顿0比4不敌德国 德国提前晋级2022世界杯 澳洲NBL联赛公布了新赛季的赛程 新赛季将于12月3号开启,共打27场 其中,周琦在墨尔本凤凰队的首秀时间 为北京时间12月4号下午14点40分 主场作战 对手是伊拉瓦拉老鹰队,刘传星的首秀 将于北京时间12月3号晚上18点30分进行 客场作战,对手是扩斯野猫队 此外,三场中国德比分别在明年1月15日 3月3日和4月23日 ZDUP看热搜,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APP主 今日热搜,女兵仰卧起座有多厉害 国防科技大学兵姐姐 十级仰卧起座挑战 从7级开始让人目瞪口呆 真是金国不让须眉 温馨提示 小伙伴们挑战时要量力而行 切勿运动过量或受伤 网友评论 我光是看着 就感觉自己做不到要窒息了 脚趾头都跟着八地使劲 看完了视频 我觉得我只配酷着点赞 真棒 我也喜欢仰卧起座 晚上仰卧 早上起座 钢铁就是这样练成的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北京时间10月12日 中国男足在沙特吉达 将会完成最后一次赛前的适应性训练 然后全队会在13日凌晨一点 迎来与沙特队的比赛 这场球对于国足而言十分关键 堪称是决定国足命运的一场比赛 所以说这场球国足必须要全取三分 才能够保留住冲击世界杯的希望 但是一旦最终克场输球 此前我们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也将会前功尽弃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真的是不言而喻 顶配阵容 萧嫣弥漫 谁能最终获胜 我们拭目以待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满山 前赁 陡山 陡山 陡山